接下来告诉您 远雄建设董事长赵滕雄交保之后 先前宣布辞去董事长的职务 赵滕雄先前因为涉入桃园县合一住宅行贿案 在五月间遭到收押禁建 七月二十五号才以三千万元交保 而远雄建设今天发布重大讯息 指出已经收到赵滕雄请辞董事长的辞呈 生效日期在八月十四号 远雄建设预定在八月十三号召开董事会 推选新任董事长 目前是暂时由赵滕雄的儿子赵文嘉代理 但是一般预料赵文嘉应该会争除 接棒父亲的事业